女孩刚拿到驾照 就从马市提了一匹二手黄标马 就在他得意的 要给马儿上牌时 却看到对面男人的坐驾 那时拉风又霸道 回头比一的在看自己的二手马 那简直是低配 让他瞬间感到不香了 随即 他就打算据为己有 便使出小把戏 男人只觉女孩可爱并未生气 还好心相劝 死马性情刚烈很难驾驭 而女孩却坚信自己 嫁述高超绝对没问题 可下一秒女孩就直接打脸 由于黑马对陌生人敏感 又加上女孩的指纹不对 因此 黑马就疯狂地表达了 对女孩强烈的不满和严重的抗议 所以 没有驾驶过自动党的女孩 只能被迫地接受黑马对她的羞辱 可黄标马的速度相比黑旋风 那简直不在一个段位 男人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孩 被性情刚烈的黑马带进了法场 然而法场的领导 却以为女孩是罪犯的同伙 就将他拿下 关键时刻 男人几个干净漂亮的动作 就直接控制了局面 然而领导担心事态发酵便想控制 没想到 女孩直接拿出腰牌亮出身份 原来她是宰相最得宠的三小姐萧燕燕 更是后来杨家女将的对手大辽萧太后 很快领导就以男人无法证明身份为由 将她击补 而她却机智地给了男人一鞭子 当即向领导表示我家马奴粗心大意 就这样 两人一唱一鹤离开了法场 有了黑马绝对速度的体验 让她产生对黑马强烈的渴望 随即她向男人威胁了起来 她断定男人肯定是偷渡跑到上京 然而男人却不想为此暴露身份 男人为了稀释宁人 便将黑马送给了她 并表示此马换作乌云盖雪 没想到第二天 她在家中又看到了男人 让她误以为男人不讲信用 你来这干什么呀 然而男人笑而不答 然后还把钱还给了她 转身就去见了艳艳之父萧斯温丞相 原来她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将军韩德让 她这次密会宰相是为了给好兄弟铺路 而最终的目的是帮好兄弟叶绿贤重夺皇位 两人刚说完 艳艳就直接闯了进来 依她将韩德让拉出门外 而她却被天真的艳艳弄得莫名心动 于是 她将乌云盖雪直接赠给了她 原来艳艳之所以想要得到乌云盖雪 是为了参加次日举行的射箭大赛 因为 投奖可以获得领兵当将军的奖励 而她从小就梦想当将军驰骋将场 怎料她为此准备得十分充足 可最终还是输给了韩德让 不服输的艳艳又马上向她发出挑战 可谁知不小心两人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画面真辣眼罗静看了都直呼兄弟好内行 因此 艳艳打开了心扉镜爱上了韩德让 很快耶律贤就和宰相碰面并达成了一致 就在两人想要进一步探讨细节时 不料耶律贤的死敌发现了她的行踪 幸亏韩德让及时通知 才让她侥幸逃出 可两人刚出营帐就被敌方发现 而此时 艳艳看到了心上人遇到危险 接着她放出马群挡住了敌方的追 这才解救了此时落单的皇子耶律贤 没想到耶律贤一见钟情直接就爱上了她 而艳艳却不知她救的男人 直接导致她和心上人最后劳艳纷飞 但也正因如此 开启了她传奇的一生 男人一直贪恋大外生女的美色 接着男人的机会就来了 这天两姐妹同时出嫁却天差地别 大姐被迫嫁给舅舅却又不得不嫁 原来 夫君是当朝最有权势的太平王 反观二妹 终于嫁给了心爱之人 可夫君却是只会画大饼又落魄的王爷 然而两边的婚宴更是形成强烈的反差 大姐的婚宴达观显贵纷纷来至 推背幻展之间太平王尽显朝中地位 二妹这边却冷冷清清毫无半点人气 乌谷里心疼丈夫被人无视 她马上就发誓 一定要帮丈夫重夺往日的尊贵 原来 乌谷里的丈夫习引随父造反 最终失败反被皇上软禁在家 乌谷里得知习引出事 她马上瞒着父亲 偷拿可以出城的腰牌帮爱人逃出京城 不料这一举动 又被太平王现场抓到 因此 太平王把她当成习引的同党 将她关进了天牢 而此时太平王却得意地笑了 因为她终于可以借此机会 胁迫乌谷里的大姐胡宴嫁给自己 而胡宴又是家族责任感极重的女人 她担心此事会株连九族 于是 她只能第三下四去见太平王 恳求她放过二妹乌谷里 然而太平王 正想拿捏乌谷逼她嫁给自己 太平王当即表示如若愿意 我不仅可以放过乌谷里 甚至连习引我都可以不再追查 为使胡宴安心 太平王特意安排他们姐妹相见 可乌谷里此刻并不关心自己 反而让大姐想办法 赶快救出习引 二妹脑回路的举动直接激怒了胡宴 怒言二妹不仅不争气 反而闯下弥天大祸 骂她简直被爱冲昏了头脑 太平王希望胡宴认真考虑 然后再做决定 而胡宴马上拿出手镯 作为她答应的信物 果然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 她可以让你做出任何不可思议的事 接着太平王就放了习引和乌骨里 但也因此 她被皇上重重地责罚 太平王见胡宴前来探望便心中欢喜 愣说自己被皇上责罚真是打得直 至少能让我的小胡宴来关心我 她太平王的威严在此刻荡然无存 却更像一个极力讨好爱人的小男人 接着她向胡宴求婚 并承诺一生一世只爱她一人 可胡宴觉得太平王并非真心爱自己 只不过是她处于和后族联姻 地位的想法 所以她暗示太平王只有真心才能换真心 而胡宴却不知太平王对她一往情深 很快她就去胡宴的娘家向岳父提亲 可肖父却以尊重女儿唯有婉拒了她 没想到太平王直接拿出胡宴的信物 向岳父表达自己非胡宴不娶的决心 事后胡宴向父亲讲述了整件事的原委 父亲十分心疼女儿的苦衷 当即表示如若女儿不愿委屈求全 为父可以直接聚婚 然而胡宴却拒绝了父亲 他深知皇上只有太平王这么一个亲弟弟 如果父亲聚婚无一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 于是 父亲无奈只好答应女儿婚事 太平王果然没让胡宴失望 宠妻如命的他找到技术最好的匠人 为心爱已久的胡宴打造了最华贵的头饰 大婚之夜太平王温柔已对 他把所有的柔情都给了自己 爱了十年的外甥女 他还想给爱人充足的时间 来慢慢培养他们两人的感情 然而胡宴却决定留下了他 因此 太平王终于如愿地得到胡宴的心 而此时 习尹又在给乌姑里花大饼 表示自己一定会给好姑娘无上的荣耀 此刻 肖家大姐和二姐的婚事已然落定 然而他们三妹肖艳艳的婚事 却充满了万分的悲情 荡期十年的当朝第一王却从未再去 只因 他在等外甥女小胡脸瓜熟地落 如今终于抱得美人归 那是自然对小娇气摆一摆顺 生怕他的小脾气 吓破自己的英雄版 没想到太平王长相虽然粗犷 但他却是个大暖男 竟把小娇妻宠成女人梦想的天花板 不仅给娇妻天天送各种名贵的珠宝首饰 还给娇妻重金打造专属投饰 更给娇妻穿上了附属过禁贡的上等书籍 接着他就带着娇妻去皇兄那里显摆 皇兄对亲弟弟的婚事呢是格外看重 自然是超规格的接待给足了弟弟排面 然而与胡脸同一天出嫁的妹妹 却遭到皇上相反的对待 却罚他们夫妻两人在殿外站岗 原来 乌姑里的丈夫吸引参与谋反 可皇上念在弟媳是他们的大姐 于是免除他们的死罪但活罪难逃 可丈夫却天生巧嘴天天给他花大饼 然而恋爱脑的乌姑里还就吃丈夫这一套 每次在丈夫一生生我的好姑娘中 迷失了自我 因此 乌姑里埋怨大姐只顾享受 却不替自己求情 然而他却完全忘记大姐为了救她 才被迫地嫁给了太平王 他们夫妻站足了三个时辰之后 却被下人吩咐 要求他们立刻回家禁私几过 在这种羞辱下更让乌姑里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他会把所受的屈辱加倍奉还 然而第二天 在姐妹两人的回门宴上 乌姑里又看到人人都在羡慕她大姐 然而她更看到大姐夫对大姐百般宠爱 甚至在姐夫的影响下 大姐还被封了二品镇国夫人 让她心里产生了嫉妒 而她的丈夫却看出妻子的心思 便再次化大饼安慰 大姐夫家财万贯 更是权亲朝野 那是要钱有钱要权有权 因此 乌姑里的极度之心与日俱增 总想大姐过得不如自己 可没过多久她的想法竟实现了 原来太平王成了篡位的叛臣 只因耶律贤和韩德让两人 趁太平王外出不在京城市除掉了先皇 然后耶律贤重新夺回本就属于他的皇位 这样一来太平王不仅失去了皇兄 还失去了最重要的皇位 因此 太平王一怒之下领兵作乱 于是 他被耶律贤定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反贼 很显然太平王寡不敌众 面对皇上几十万的大军 他马上溃败 然而在他逃走之时 却放不下爱妻 他便当即决定要带胡莲一起离开 可此时 胡莲正在娘家质问父亲 埋怨父亲为何不肯救自己的女婿 反而为了耶律贤一个外人 却联手对抗自己的夫君 可父亲却表示只有耶律贤的国策 才能使大辽变得更强大 然而胡莲却不知 父亲早已在耶律贤那里得到了许诺 耶律贤登基之日便是三女儿艳艳丰厚之时 可笑的是父亲还指责女儿贪恋权术 认为女儿是想登上皇后宝座 所以才会如此地维护太平王 然而胡莲则痛恨父亲 不仅放弃了太平王更加伤害了自己 妇女的谈话被门外的太平王听到 让他感动不已 只觉自己没有看错胡莲 爱妻果然是能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女人 言罢 太平王拉着胡莲便夺门而出 可没想到的是 城外早已不满抓拿太平王的士兵 胡莲为使丈夫安全地逃出京城 他马上拿起短剑自吻逼三妹和韩德让 逼迫他们两人答应放过自己的账户 在刚刚 他们两人撕定了终身 不料第三天他们就彼此天涯个一方 原来皇上早就对艳艳一见钟情 所以皇上顺利地重夺皇位之后 他接着就挖宫城的未婚妻做自己的皇妃 皇上为堂而皇之地得到韩德让的未婚妻 他接着就向韩德让发出灵魂的拷问 他哭着告诉父亲 自己绝不会嫁给皇上 可父亲却告诉他这是皇上赐婚 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因此他们决定要私奔离开大辽 可没想到他们却遭到大姐无情的阻拦 原来父亲吩咐大姐要把艳艳抓回来 大姐本想跪求父亲 推掉皇上的赐婚 他不愿看到三妹遭遇自己同样的悲剧 因为他们姐妹三人 若是分别嫁给太祖三只 势必就会造成他们姐妹之间 将要面临彻底决裂的局面 所以胡脸当即表示 脸一替三妹进宫嫁给皇上 可父亲却告诉胡脸皇上只爱艳艳一人 父亲不愧是宰相他总善于给人造梦 接着就给女儿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 首先他生情并茂地表示对女儿很看重 接着声称百年之后女儿必是萧家之主 而事实上萧家之主确实比皇后重要 果然父亲舒服了家族责任感极重的胡脸 所以当官做官必须要有好口才 此刻他们两人相拥在一起互表爱意 却全然不知危险 已然悄悄地逼近 次日他们离开之前特意登上烟云台 并将两人的头发缠在一起 表示此刻你我成了结发的夫妻 在与君偕老的美好冤枉下 他将长好的发丝放于烟云台下面 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 不料就在他们离开之时 却被及时赶来的大姐强行地拆散 因此 韩德让在抵抗终身负重伤 叶燕求大姐放过重伤的韩德让 虽然大姐不忍心逼他们分开 但他必须要完成父亲的交代 即使韩德让此时生命垂危 他依然要牵住爱人的手绝不撒开 因为 他知道只要松开便是永远 看着爱人命在旦夕 叶燕只能向大姐低头妥协 回到家中他就被父亲软禁了起来 今生不能与爱人相伴的痛苦 让他想绝食抵抗要逼着父亲退婚 而大姐深知二妹和三妹感情最深 他希望乌骨里劝说叶燕回心转意 可大姐没想到 乌骨里竟然直接拒绝 因为 乌骨里对三妹被册封贵妃之事 让他产生了极度之心 然而他还认定这是父亲的偏向 却忘记是自己死活要嫁给现在的丈夫 而此时 韩父劝说儿子要以大局为重 皇上刚刚登基 更需要萧家和韩家的鼎力相助 若是你们抗旨不从就会被小人利用 而引来朝中更大的动乱 此刻 韩德让深知和爱人已经彻底无缘 于是 他找到燕燕劝他早日与皇上完婚 韩德让虽然不舍和燕燕从此劳烟纷飞 但他以国事为重 最终选择了放下 而燕燕也哭着答应爱人会嫁给皇上 临走之际 他还给燕燕取了一个汉名叫做萧绰 寓意着燕燕从此一人高的美好祝福 他希望燕燕将来能母一天下 造福于万民 至此燕燕正式地进入了历史的舞台 而韩德让却选择了一人一马浪迹天涯 从此行走于天下 因此 女人决定要为心上人守住清白 然而皇上并未生气 却依然向他深情地表白 这样一来 皇上在新婚之夜就毫无收获 皇上本以为可以用时间的温度 就能感化女人冰封刺骨的心 怎料皇上连续半年的付出 竟丝毫没有感动女人 皇上无奈 便又心策封了一个小妃进宫 皇上希望能让燕妃感到压力 以此让燕妃摆正位置 而燕妃却对现状根本不在乎 因为她的心全部给了心上人 喜妃自称草原第一美 她骄傲地以为凭借美貌 就可以得到皇上的恩宠 可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击 在她的新婚之夜 皇上进去了燕妃那里 主上今日怎么过来 真每日都来这儿 让看到她此时微妙的变化 使她心中感到了一丝窃喜 然而喜妃第二天得知了真相 让她直接炸开了锅 燕妃觉得小妃不懂事 马上派管事教她做小的规矩 于是 被迫接受改造的喜妃 在管事的辅导下 经过五小时的紧张学习 她终于完成燕妃对她的考核 只见她娇嫩的膝盖 已经淤青红肿 真是造孽 因此她就把燕妃视为了眼中钉 与此同时皇上担心燕妃受委屈 便想安慰燕妃解释一番 而燕妃却打断皇上 表示不用费心 随即她向皇上提出与她合理的想法 只因她想去找浪迹天涯的心上人 仗眼看自己无论如何 都不能捂热燕妃那颗冰冷的心 皇上无奈 只好答应燕妃的要求 皇上的热情和燕妃的冷漠 鲜明的对比之下让奴婢都看不下去 便劝娘娘与皇上修好早日诞下龙寺 我就是铁石心肠 心哪有那么容易 燕妃对皇上避之不及 而喜妃日夜期盼 却始终不见龙颜 于是她便假扮宫女 主动争取事情的机会 可谁知皇上拆穿了她的小把戏 还指责她不懂礼数 喜妃却直接委屈地哭诉起来 埋怨皇上不给她表现的机会 并质问皇上为何把偏爱都给了燕妃 皇上嫌烦 将她撵回娘家接受回炉深造 就在此时 她的老乡小安子却告诉她 燕妃嫁过来这大半年 也未曾与皇上圆房 此话一出让喜妃瞬间明白 原来并不是自己的美貌有问题 而是皇上有难言之意 随即 她将皇上的命力散播了出去 一直基于皇位的习意 便决时机已到 于是她立刻向皇上发难 怒言皇上不仅寸功未利 还因身体的孱弱 造成无子来继承大头 既然皇位不稳 倒不如请皇上主动让贤 让有能力者拒之 恰好此时 燕妃准备向皇上辞行 刚好看到二姐夫正在此时欺负皇上 她当即斥责二姐夫犯下欺君之罪 马上罚她下跪之罪认错 可吸引并未理会欺媚的善意 但吸引的举动却反而激怒了皇上 此事过后 让燕妃不再任性地要离开 只因她想起心上人临走时 对她的嘱托 皇上刚登基不久 各方势力暗流涌动 她又看到皇上身体孱弱 不能维持朝政 因此燕妃为了天下苍生 她决定先放下儿女私情 此刻 燕妃向皇上郑重承诺 她要留下来帮助皇上供治天下 从此燕妃将正式进入 长达四十年的伯后执政生涯 为心上人手身如玉半年之久的燕妃 在怀孕的第二天就被皇上提干 直接册封她登上了皇后宝座 然而进宫半年依然是女儿身的喜妃 却在此刻瞬间蒙住 原来 喜妃自从进宫就被皇上忽视 起初她道听途说皇上有难言之隐 可没想到皇后敬怀了孕当上了皇后 让她马上意识到若是再不争取 恐怕以后连皇上的喳喳她都捞不到 随即她向皇后请示 表达今晚就想对皇上事情的渴望 皇后好心相劝 说自己是局外之人 左右不了皇上的语录君瞻 既然得不到皇上的恩宠 不如出宫再另结良缘 以免再深宫虚度一生 然而喜妃却认为 这是皇后撵走自己想要独宠的阴谋 因此 喜妃当即表示坚决不走 并表明自己要和皇后死磕到底 很快 喜妃的机会就来了 原来皇后的父亲宰相大人不幸遇害 而起因正是喜妃的叔叔 极度宰相大人 她极度宰相的女儿当皇后权亲朝野 而她侄女却被皇上冷落让她寄人篱下 于是 在皇上和宰相外出打猎之时 她派出了暗卫镜刺杀了宰相大人 事后 皇上担心皇后承受不住打击 便马上下只封锁岳父离世的消息 怎料喜妃却想借此事来报复皇后 经过上次的教训喜妃决定借刀杀人 于是她故意挑起两位太妃对皇后的怨恨 原来两位太妃是亲姐妹 而他们唯一的弟弟阿古台因为贪污 被皇后的父亲流放了三千里 于是 喜妃添油加速告诉两位太妃 此时的阿古台 正在北韩之地忍受折磨 果然他们被喜妃这么一挑拨 他们两人便有了打算 随即他们假装给弟弟请罪当幌子 故意不小心向皇后透露 宰相大人不幸遇害的事实 突如其来的噩耗直接让皇后晕厥 待她醒来之时 她埋怨皇上隐瞒自己 更痛恨都是皇上的宠幸最终害了父亲 皇上从奴婢口中得知了真相以后 传阵的旨意 让两位太妃去偏恭敬仰 而两位太妃不仅没有伤害到皇后 反而被皇上恩赐搬出现在的住所 奖励他们从此入住经济试用房 逼着他们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浪迹天涯的韩德让得知肖父遇难后 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京师吊宴 于是 他们这对爱而不得的友情之人 终于在半年之后再度重逢 然而此刻 韩德让却只能向曾经的初恋 以俯首称臣的方式 表达他此事当大的身份 这让他们两人都明白 曾经的美好都已回不到过去 韩德让鼓励皇后一定要坚强 并表示一定会帮他查明父亲的死因 此时 纵使韩德让心中有千言万语 可话到了嘴边却又无从说起 看到曾经的爱人伤心的样子 又让他不知所措 万语千言却只能化作两个字珍重 让猜得果然没错 早已有人居心叵测的要对皇后下手 虽然皇后有皇上和韩德让的双保险 但是敌人却躲在暗处 令人防不胜防 皇上病了 接着皇后上岗 可没啥事的姐夫却直接不干了 凭什么自己优秀皇上看不见 反而输给高龄的产妇 还有后宫女人代为礼生呢 话音刚落皇后的心上人韩德让 就用犀利的语言堵得她毫无脾气 妹夫为了照顾姐夫的情绪 接着赏她做了皇家的御马使 很显然 姐夫对妹夫的安排十分不满 其实皇上并非是有心要恶心她 实在是她不学无术 除了有张桥嘴之外其他啥也不是 让姐夫去养马都算高抬她 既然妹夫不实在 她这个当姐夫的干脆就豁出去 于是 利用娘子的轻轻除掉皇后 然而还有半月就到预产期的皇后 却不顾众人的劝阻 非要登上十米高的露台 爷爷 你没事吧 幸亏二姐在最后时刻拉住了皇后 这才保住了皇后母子才没有发生悲剧 然而皇后却看向此时眼神不定的二姐 从她闪躲的眼神之中皇后瞬间秒动 然而吸引却把行动失败的怒火 洒在了娘子的身上 娘子非常明确地告诉夫君 就算夫君抢抢名女和杀人越火 她这个当娘子的都可以替夫君摆平一切 但绝对不能伤害自己的大姐和三妹 果然 只有草包的习影 才能配得上脑残的乌骨领 皇上安慰皇后都是习影在背后策划 完全和你二姐无关 赖他们姐妹三人分别嫁给了太祖三只 如今二房掌权自然大房和三房虎视眈眈 很快皇后就生下了小皇子 此刻 要罐子的皇上终于后继有人 他马上高兴地下旨大宴三天要普天同庆 然而有人欢喜就有人沮丧 皇上有了太子习影也就没了机会 乌骨里却安慰丈夫 有志者是进城千万不要灰心 并承认丈夫永远都是最棒的 真是一对令人佩服的神仙眷侣 因此习影更是心中不满 于是他就安排奴婢对小皇子动手 幸亏眼疾手快的法师及时地剔开滚烫的热水盆 这才没有发生丧失爱子的悲剧 然而唯一的人证却在此时畏罪自杀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皇后马上意识到 心情靠不住只有权力的人心的真理 此刻皇后当即决定要让自己变得强大 唯有这样他才能保护想要保护的一切 也正因如此他开始瑞变地走向了成熟 一个勇往直前的大辽皇后即将呼之欲出 他为了牵制习英假装对他处处妥协 隐忍不发的他又私下请大姐出面 请回当年因叛乱出走的大姐夫回京秦王 并向大姐许诺免出大姐夫一切罪责 还给他足够的兵权 又直接封了大姐夫皇太叔的封号 因此他没了后顾之忧 很快他在娘子的劝说下便马上回京树旨 大姐夫的归来直接给了二妹夫当头一棒 他只恨自己太仁慈 放过了当初逃难的大姐夫 皇上病情突然加重 两个连经得知马上蠢蠢欲动 皇后立即开会又紧急部署了一切 此时 韩德让向皇后提议 先锋吸引当摄政王以退为进 从而牵制皇太叔让他不要轻举乱动 皇后听完马上瞄懂他的身意 此时皇后的大姐胡拧劝丈夫 他希望丈夫的野心不要伤害他两个妹妹 丈夫向他承诺绝不会向两个妻妹动手 可谁知妻子却低估了丈夫的欲望 他转身就暗中结党营私准备要抢班夺权 于是 他吩咐手下通知朝中的同党 在朝会之上计划二妹夫和皇后的矛盾 另一边二妹夫也没闲着 他的事业心理大姐夫还要上进 只见 他用极具煽情的语言哄骗妻子 希望妻子求他的皇后妹妹走个后门 而拿下摄政王的位置 可妻子却不想丈夫和大姐夫刀兵相见 然而丈夫却告诉他如今大姐夫拥兵自重 已经给皇后和我们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所以 我们要团结三妹一致对外 很显然丈夫的观点得到了妻子的认同 第二天习尹就在朝堂向皇后发难 他认为自己是近亲宗士 完全具备替皇上摄政的能力 而老谋深算的皇太叔却按兵不动 他就希望看到草包的二妹夫搞事情 然后等着同党挑拨二妹夫和皇后的矛盾 随即他的同党就在朝堂向皇后表示 指责习尹毫无建树而不足以担当大任 另一个同党马上加入又继续拱火 此刻双方在现场的争执更是到了临界点 随时都会发生无可挽回的局面 然而此时皇后却临危不乱地说道 皇后摄政更为妥当 瞬间的反转 让皇太叔和同党的计划也随之破灭 而习尹也终于如愿地当上了摄政王 他还认为这是妻子的功不可没 却不知这是皇后以退为进的算计 果然习尹当了摄政王就瞬间目中无人 很快他就向大姐夫的同党 展示了他摄政王的余威 两人马上向皇太叔诉苦 称他们绝不会让习尹小人得志 因此同党很快向皇后揭发 习尹谋害小皇子的事实 当了摄政王的习尹也开始了堕落的生活 此时的他正喝着昂贵的二拨头 看着三首的舞姬跳着四流的舞蹈 完全在自我的肯定中迷失了自我 却全然不知他的大姐夫 已经给他悄悄上了紧箍咒 皇太叔设下圈套引诱寒得让入局 很快他就掌握了习尹刺杀肖父的罪证 所有的证据在同时浮出了水面 这让他们一致认定这又是皇太叔的杰作 于是皇上将计就计便马上下旨 流放二姐夫去乡下体验生活 妻子相信丈夫的无辜 他希望韩德让能帮丈夫洗脱冤屈 习尹也在同时指出 刺杀岳父的真凶就是大姐夫的同党 但他知道此刻若是揭发大姐夫 必然会遭到他的打击 于是他只好选择隐忍踏上了改造之路 而韩德让也很快查出了皇太叔的罪证 并在第一时间告知了皇上和皇后 另一边皇太叔得知韩德让抓住他的把柄 便当即决定利用舆论战 诽谤皇后和韩德让两人传有私情 从而达到他打击韩德让 又逼迫皇后下台的目的 这是皇后摄政以来遭遇的最大困局 只因皇后和下属不可描述的感情 被皇太叔当成他排除一己的手段 因此 皇太叔的同党就在朝堂大放厥词 指责韩德让毫无底线不仅背叛组织 还严重地破坏地后的感情 扬言要将韩德让流放去草原当放牛郎 庄方胶着知识皇后明显处于下风 就在此时久兵不起的董事长却突然出现 只见他在大殿之上力挺老板娘 马上就怒指中陈不思进去 反而给自己强扣戴颜色的帽子 但好像听到有谁说要流放 皇上的出现很快就控制了局面 然而被打入冷宫的洗飞镜看到了机会 接着他就在皇上的面前含沙摄影 拒绝暗示皇后的私生活不检点 皇上虽表面斥责但难掩他内心的不安 因此他马上急招韩德让的父亲进宫 话里话外的暗示韩父自己目前的担忧 韩大人作为心腹 非常深刻地领会皇上的身意 于是父亲便以年事以高为由 希望儿子能早点开支散业 更暗示儿子目前的现状对他十分不利 另一边皇太叔夫人的怀孕 更加快了他要除掉韩德让的脚步 于是在京城的各大娱乐场所 很快就传满了皇后和韩德让的绯闻 即使韩德让在当场 众人也不忌讳 甚至他的出现让叔叔人说得更精彩 然而一个女孩子出现 就彻底地扭转这个不利的局面 只见一个如林家女孩般的李斯 忽然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他告诉众人自己和韩德让即将成婚 因此谣言就不攻自破 可是他对敢爱敢恨的李斯并不感冒 然而李斯却根本不在乎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要嫁给不爱他的男人 完美的婚姻前提条件是彼此的相爱 但他们这段感情很显然不对的 所以最终受伤的无非是投入最多的女方 只见整个结婚的仪式 他们两人的表情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洞房花竹叶 韩德让的脑海全是皇后的身影 而另一边皇后也在回忆他和男人的曾经 那年男人羞涩地向女人表白 而女人故意地捂住耳朵假装听不见 大方地回应男人声音在大点 可是那个自己最爱的男人 却在今天娶了另一个女人 韩德让为了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 于是新婚的第三天他就向皇后辞别 很显然皇后不愿放他左边要强留 怎料就在此时皇上竟突然出现 马上就替皇后答应了韩德让的请辞 气不过的皇后质问皇上 难道就为了流言 就一定要失去一个忠臣吗 皇上并不生气然而还耐心地解释 韩德让的离开 反而会促使皇太书的原形地录 而皇太书也因韩德让的离开 正在密谋下一步的打算 因此 他把目标对准了小皇子 皇太书立刻找到和皇后有矛盾的太妃 他逼迫太妃暗中给小皇子服下毒药 虽然太妃的弟弟因皇后被下放改造 但他不想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可皇太书接着就拿打笔来要挟他 于是第二天他就偷偷地给小皇子投毒 接着小皇子就浑身发热 就连宫中的太医都束手无策 就在此时 皇太书告诉妻子 既然小皇子要事无用 不如请法师妻夫或许能有所好转 果然 皇后听从了大姐的建议 可是他们却不知 这正是皇太书的一场阴谋 原来妻子怀孕的同一天 皇后诞下当今的小太子 这无疑让他的皇位更遥不可及 于是他告诉妻子 大丈夫声居天地间岂能久居人下 而妻子反对他的观点反而力劝丈夫 大男人立于天地间更应该堂堂正正 很显然 丈夫并未理会妻子的忠告 因此他不听妻子劝告而最终见了上帝 所以 我们男同胞就必须要听媳妇的话 他为了给即将出生的儿子提前铺路 准备在庆和太子康复的家宴时 要二次创业最终逼皇上退位 而宴会之上帝后两人双双中毒 与此同时喜妃直接叛变并打开城门 又扬言让叔叔除掉皇后这个心头之恨 就在此时 弟媳终于承认是自己下的毒 并告诉丈夫已经得到太平王的许诺 今晚事成之后 你就是未来的宰相大人 可谁知丈夫尽一刀捅向了他 并告知妻子他早就得知了真相 与此同时太平王突然骑马闯进大殿 就在他得意的以为将要大功告成之时 不料韩德让率兵及时出现 可是太平王却不慌不忙的对韩德让表示 他们两人马上就要隐恨西北 劝韩德让令同民主 恐怕明日又要让皇太叔失望 没想到太平王在此时反而更加猖狂 他大笑的表示纵视你们机关算尽 也难以逃出今晚我十五万大军的包围 可太平王这次又失算了 因为皇后早已暗中联合了二姐 只见二姐亲率本部五万兵马 再加上其他宗室的十万大军 更有韩德让五万韩家军的鼎力相助 最终皇后以二十万的兵力牢牢控制了局面 突然只见皇后张公搭舰 在百米开外射出一支穿云舰 飞快又精准地射中了太平王的妖子 于是太平王第二次创业宣告失败 而他在生命最后一刻 终于向妻子承认他的过错 他逼迫太妃给太子服毒 然后再用巫蛊之术使自己脱身 他以为布局的天衣无缝 怎料人算不如天算 妻子很快就发现了丈夫的阴谋 他马上先翻逐台向妹妹示警 于是丈夫就将大义猎亲的妻子软禁 因此皇后很快得知 太平王用巫蛊之术加害太子的事实 可是皇后派奴婢接应大解石 胡念却没想到丈夫竟早有预谋 就在丈夫杀掉奴婢的同时 却不料自己在情急之下不慎跌落马车 于是意外地痛失了骨肉 然而太平王并未因此得到教训 反而把痛失爱子的错强夹在皇后的身上 因此双方在当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昔日的皇宫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而皇后也兑现了二姐的承诺 很快下乡改造的习引重返京师 可她改造的并不彻底 随着官复原职她又开始了夺权计划 而此事前线又传来战报 接着韩德让就陷入了敌军的重重包围 如此舍命相救的女人 怎能让人不爱 可是物是人非两人早已回不到当初 谁能想到 他们两人十年未见 再次重逢却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之中 原来敌国大军压境 韩德让寡不敌众最终身陷包围 于是她在淡尽粮绝之下 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黑马的身上 果然黑马没有让主人失望 因此皇后很快得知韩德让被困的消息 于是皇后不顾皇上劝阻 哪怕自己有孕在身 她也要御驾清争 接着就点骑十万大军 火速支援韩德让 哪怕是千里奔袭 哪怕是日夜兼程 谁说女子不如男 她就是金国的女豪杰 更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强人 在宫她是摄政的皇后 她要救万民于水火 于此没有人会比她更在乎韩德让的生死 如果她不来 谁又能像她一样在战火之中直奔寻找初恋的身影 或许韩德让想过千百次和她重逢的画面 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深爱的女人 竟化作女将军的模样 最后将她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回来 这样的相遇 比任何一种重逢都意外 四下无人之时 他们两人更是深情对望 当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叫出她的闺名时 这场景 怎能不让人泪如雨下 此时 韩德让试图用血淋淋的手 去触摸皇后寂寞生又熟悉的脸庞 这分明就是久别重逢之后她的情绪失控 可是君臣有别 韩德让又不得不将这份感情深埋心中 随后皇上又派来二十万大军支援皇后 最终皇后以三十万的兵力打败来犯之敌 原来 十年前 韩德让为了皇后 无奈娶了自己不爱的女人 成婚以后她便答应妻子远离了京城 皇后虽然想留她 但她为了止住和皇后的流言蜚语 又不得不走 日月交替转眼间十年飞逝而过 可是皇后的到来 却给韩夫人带来无形的压力 她希望皇后不要打破她十年平静的生活 很明显皇后的到来 让她感到了一丝担忧 她怕自己的丈夫和皇后就情复燃 难道你想用你的爱 就这么永远把她困于小小的忧中吗 此话又正好被刚刚赶来的皇上听到 因此 皇上也终于放下了担心 于是皇上跪求韩德让 希望她能同自己一起返回京师 帮助皇后实行大辽的改革之路 然而韩德让却没想到这次重回京城 反而让她永远地失去了妻子 原来 韩德让有治国安邦之才 因此一直基于皇位的赵王 想要拉拢她帮自己登上皇位 并直接许诺给她韩王的封号 但刚正不恶的韩德让直接拒绝 所以她担心自己的野心被韩德让揭发 于是 赵王指使兰哥 假扮皇后的奴婢喜哥给韩德让送去毒酒 就在韩德让将要喝下毒酒之时 皇后急召韩德让进宫 说是有药式相伤 是最后一回 看到丈夫的离去 韩夫人十年的隐忍终于在此刻爆发 她本想借酒消愁 不料 惊意外地喝下御赐的毒酒 毒酒不是我送的 王妃又一次在丈夫的画柄下 选择站在丈夫的立场而选择背叛妹妹 她告诉妹妹韩夫人之所以服毒自尽 就是因为吃醋 然后她散播谣言 说是二公主是妹妹与韩德让的私生女 事后她有担心妹妹秋后算账 为了不让韩德让受牵连 所以才服毒自尽 皇后面对二姐的说辞 显然并未全信 于是皇后找到大姐帮她查明真相 很快大姐就查出是喜哥的姐姐兰哥所谓 而喜哥却被杀人灭口 就在大姐要找兰哥查明真相时 不料竟看到二妹也在找兰哥灭口 她万万没想到二妹为了让丈夫上位 竟然从人畜无害的乖乖女 竟变成如今心如蛇蝎的毒妇 我只能帮你保住她的性 于是 大姐带兰哥到朝堂说明真相 指出赵王指使自己毒害韩夫人的事实 虽然皇后不想饶恕赵王 但最终念及亲情又在大姐的求情之下 只好发配赵王到边疆当马努永不得回京 这样一来 赵王第二次创业宣告失败 与他大姐夫的结局 不能说如同一折简直是一模一样 不愧是好良巧好莲金 然而赵王并未从中得到教训 他认为创业失败的原因只是天使不道 又接着告诉儿子 如果想要家人再次团聚必须夺回皇位 没想到创业失败的赵王做父亲更失败 竟然给儿子灌输这种错误的教育 果不其然 小王爷像急了他智商不在线的父亲 马上领兵就发动了逼宫计划 然而皇后早有部署 随即小王爷陷入了被动 小姨妈原本无疑要取大外甥的性命 可是刀剑无眼 只见小王爷不幸被乱剑射中 赵王见儿子命悬一线 马上向前想要护住儿子 于是他们两人就成了活靶子 因此 父子两人一起上路一起双双下线 闻讯赶来的王妃 恰好在此时飞马赶来 很不幸看到这场惨痛的结局 赵王在临终前 并未喊出他那句口头禅我的好姑娘 而是向妻子深深地忏悔 并承认自己大错特错不该犯下谋逆之罪 随后只会画饼的他 消失在了群众的视野 因此 二妹恨透了三妹 于是他暗暗发誓 一定要三妹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个皇帝绝对是男人吃软饭的天花板 不仅软饭硬吃 还硬吃软饭 原来 皇后业务能力强工作效率高 不仅朝政和军事两手抓 还能兼顾带孩子 皇上一看老婆能干 甚至还在郊区养外宅 这天皇帝闲来无事准备带人采蘑菇 就在此刻皇上竟遇到一个身穿白色玲珑衣的绝代佳人 果然倾薄倾城的美貌让皇上肾上线飙升 皇上第一眼就认定 她就是自己要找的女人 可皇上吃饱后又怕老婆知道 于是皇上灵机一动 便想到大多数男人都会想到的妙计 皇后再是美人就是秘书 皇后走是美人就是宠妃 快去坐着 这样一来皇上和宠妃就形成了条件反射 只要下人禀报皇后来到 美人就迅速反应 叹似慌乱 实则是训练有素 美人总会有惊无险的躲过 所以连续数月皇后都未曾察觉 但皇上金屋藏娇的美事总有一天会戳破 皇后得知皇上背着自己偷偷娶了小妃 还有了身孕 这让皇后感到十分震惊 感情是我挣钱养你 在外面花天酒地吗 于是她找到皇上问这个女人的情况 然而皇上却告诉皇后 自己和美人在一起才有恋爱的感觉 皇后这才明白自己专心搞事业 却疏忽了对丈夫的关心 没想到皇后不仅不生气反而有大格局 首先她表达自己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 接着又说她只愿皇上瞒着自己 不该让自己最后一个知道 她希望皇上以后能坦诚地告诉自己一切 并表示多一个女人替她分担她非常高兴 看到此处小编感慨但老婆让我跪了一夜 然后她还主动册封美人当了渤海飞 并告诉皇上要为渤海飞另置新房 很显然皇上很满意 并表示有你在我放心 皇上果然是人生的赢家 这软饭都吃得如此有高度 很快渤海飞瓜熟地落诞下了四皇子 皇上也在生命最后一刻 给孩子取名要施奴 皇上希望四皇子健健康康 不要像他一样从小成为药罐子 临终之际皇上将渤海飞母子交给皇后 并当众宣布 皇位传给他和皇后的嫡长子耶律龙絮 又告诉儿子 韩德让是他最信任的人 希望儿子能像对他一样对待韩德让 后来儿子也没让父皇失望 他果然对韩德让如父一样孝顺 最后皇上守着皇后和韩德让当面道歉 事过境迁韩德让早已经放下 同时他向皇上保证必会辅佐幼主 皇上也希望皇后和韩德让再续前缘 于是他带着祝福 将皇后的手交给韩德让 与此同时年仅35岁的辽景中驾崩此事 而皇上的离去让渤海飞更是悲痛欲绝 于是他选择服毒自尽随先帝而去 临终前他给皇后留下一封遗书 而信上的内容更让人破防 我一介奴婢出身信得皇上垂青 君上代我恩仲如山小女子无以为报 我不认皇上一人独行 便随夫君同往 望皇后高一收养四皇子 从此我而要是奴婢就是你的正出 皇后的恩情 小妹来世在报 事后 年仅29岁的皇后辅佐幼主登基 正式开启他27年的临朝执政生涯 看到三妹如此显赫 他不甘心夫君和儿子被三妹诛杀 于是 他要在家宴之上趁机除掉三妹 结未替丈夫和儿子报仇 竟在他30岁的生日宴上毒害三妹 眼看皇后就要喝下毒酒之时 收到消息的韩德让及时阻止了皇后 接着二姐为证明清白 主动喝下杯中酒 他傻傻地以为自己可以瞒天过海 起料 韩德让当众揭发了他的罪行 追去理智的他 竟想与妹妹同归于尽 幸好韩德让眼疾手快及时控制了他 他们姐妹三人 从小就被父亲当成了名媛来培养 非常清楚地知道 权力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大姐胡拧 想用权力维护家族的荣誉 二姐无骨理 渴望权力他喜欢众星捧月 而三妹更想得到权力一盏报复 只可惜每个人的命运早就天定 大姐因为救二妹没得选 只能被迫嫁给长治太平王这一戏 后来丈夫两次篡位失败最终身手易处 二姐眼光太差 只会被三房的吸引忽悠 在一生生我的好姑娘中逐步走向不归路 只有三妹是天选之人 更是出自二房的皇上亲手将她推向皇后之位 二姐明知丈夫和儿子是皇上用计诛杀 但她却将所有的过错都怪在三妹的头上 很显然她复仇最大的动机 并不是丈夫和儿子 而是她的皇后之梦被三妹彻底粉碎 尤其是她得知三妹和小外甥 御驾亲征领兵五万一少胜多 打完七丹建国以来最完美一仗时 二姐的极度之心被彻底点燃 于是三妹越风光 她加害三妹的心就越强烈 大姐本想带她离开防止二妹做出傻事 可没想到她却告诉大姐 三妹射死大姐夫的真相 大姐得知真相悲痛欲绝 但为了保住二妹 她还是跪求三妹能网开一面 可二妹不忍大姐为自己如此起怜 于是 她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 情绪激动的敬喝下毒酒结束了自己 临死之际 她告诉大姐要防范三妹 事后 皇后因二姐一事彻夜无眠 她向韩德让倾诉自己的担心 指自己再也不敢相信任何人 而韩德让的一句我不会变心 让此时的皇后感觉心中意暖 另一边大姐为丈夫和二妹的事 一直在记恨三妹 皇后只好吩咐韩德让 替自己去吊咽二姐 她安慰胡脸都是姐妹 谁离开都不信 如果她不及时出现 躺在这里的就是皇后 但胡脸却听不进去 她认为三妹不可原谅 因此 她厌倦目前争斗的生活 于是她选择远走他方 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她却没想到 自己竟在远方收获了爱情 而恋人竟比她足足小了二十岁 简直就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精神小伙 这个儿子感念母后十六年的养育之恩 她不忍母后为辅佐自己而守寡多年 于是 她却母后与昔日的初恋再续前缘 接着 皇上为表示自己的态度 在相父的生日宴上带着弟弟妹妹 守着众臣当面 跪谢相父多年的培养之恩 并特意送上相父最为喜欢的传世方剑 甚至还给相父兵符让他掌管皇家进军 这样一来 就引起了众臣的不满 隔天上朝 以虎骨为首的宗室联名尚书 指太后得不配位 与奸臣韩德让苟且 要求太后还政并要求流放韩德让 但皇上却公开表态称自己还年轻 正需要相父鼎立支持 何况 相父多年的政绩有目共睹 以后 谁再敢诋毁相父我定斩不饶 皇帝这番话说得太好了 无论何人反对 他都会坚定地支持母后下嫁韩德让 太后果然是人生赢家 不仅处理朝政井井有条 还能教育出如此孝顺懂事的儿子 有了儿子大力支持 太后也没了顾虑 既然爱 那就大胆爱 何必再遮遮掩掩 趁你年轻我未老 太后要真正为自己活一次 马上就来了一次 说结婚就结婚的冲动 于是四十岁的太后拿出二十五年前的红嫁衣 那时 他曾经许诺嫁给少年郎的韩德让 现在是该兑现承诺的时候 接着他将自己盛装打败 霸道地带着文武百官到韩德让的府邸 向曾经的初恋霸气求婚 只见 他送官侠配竞显雍荣华贵 姿态万千之下难掩她王者之气 此刻 太后二穿婚纱终于嫁给心爱之人 红色的婚纱和美丽的风景都没变 唯独新郎换成了心爱的韩德让 整体的状态那肯定和之前不一样 百官不满太后却装装假装没看到 你们爱谁谁 我非要嫁给韩德让 接着太后下指册封韩德让为国父 特此他上殿不贵 还未列诸王之上 就连韩德让的外甥女都被册封成皇后 皇上更懂事带着弟妹 马上就改口称父亲 恭喜父亲和母亲再续前缘 随后 皇上为庆贺继父的大婚 还特意赦免全国赋税一年 甚至所有在场官员全都官升一级 皇上和太后简直把韩德让捧上天 此刻 想到芈月的义渠王 再想到大悦的多尔滚 韩德让简直幸福地到了姥姥家 正因如此才显皇上的难能可贵 一个皇帝能身当表率而以孝治国 难怪在他的统治下 大辽进入了最鼎盛的时代 他将汉文化人意理之信的美德 充分地用到自己治国理念当中 实乃是百姓之福也 所以家长对孩子最大的考量不是分数 而是孩子的优良品的您说对吗 洞房花竹叶 男人说 我会陪你一直到老 而女人便动容地说自己 必如此 至此 两人年少时没能在一起 而步入中年他们终于喜结连礼 于是 圆满的太后想起多年未见的大姐 她当即决定要去远方 看一看大姐胡年 可谁知这又是一场 将他们姐妹再次推向反目成仇的相应 就在此刻守寡十年的黄太妃 敬爱上仅有十八岁的小猛男 而这个故事又告诉我 爱情她真的不分地位悬殊和年龄的限制 或许 猛男身上雄性的激素足够强烈 以至于让四十五岁的黄太妃盯着猛男 痴痴地看了好久好久 就在黄太妃想要靠近猛男之时 不料马而受金氏太妃意外的衰落在地 很显然 多年来未尝试幸福的贵妇 很难抵挡来自精神小伙的敏感接触 也许 猛男是个射手座的大男孩 她直来直去的性格直接让黄太妃沦陷 只因 她的前夫也曾这样称呼自己 想会你 猛男临走之时 告诉太妃若要感谢自己 明天就到湖对面的部落找她 果然 第二天黄太妃如期而至 虽然猛男只是一个社会的底层 一个从小就不幸成为孤儿的养马 但他却是这片草原最有经验的套马汉 原来他想拿红丝带 换取村之书女儿的花环送给心爱之人 只因他们部落有个习俗 凡是能拿到最多红丝带的男人 就能得到草原最美丽的姑娘青睐 还能得到姑娘头上象征爱情永恒的花环 深夜 两人依偎在草原 互表爱意 万万没想到 猛男竟不爱姑娘爱大娘 而黄太妃也没想到自己在45岁的高龄 竟意外地迎来人生的第二春 难以置信 循规蹈矩一辈子的黄太妃 竟在此刻决定 选择和小马奴私定终身 这就是爱情 她总在不经意间让你不期而遇 给你意外 让你惊喜 但太妃手握重兵一直给朝廷带来威胁 因此 皇上就想收回大姨妈手中的兵权 但太后为了不计划矛盾 便随皇上同往 而向来自由散漫又毫无纪律的马奴 第一次见小姨子就没拿自己当外人 太后顿时脸色一黑 没想到这个姐夫好生野蛮 然而旁边的将军指责小马奴 却遭到黄太妃的怒怼 谁能想到 皇太妃为了小男友 竟不惜向众人开炮 果然在爱情面前其他都微不足道 可谁知皇上想要借此收回兵权 而猛男却看出恋人的不悦 便想要为恋人强出头 不言太后母子简直毫无亲情 使皇太妃镇守末北多年 更是劳苦功高 你们不但不加赏赐 反而要夺回她的兵权 我看你们这次骗她回来 就是想要困住她 这样一来 就彻底激怒太后 太后直接命人要对马奴实施边刑 皇太妃眼看无法扶植 只能亲自惩罚马奴 她知道只有这样 才能保住恋人的性命 即便如此 猛男依然不思悔改 马上就背着皇太妃 竟偷偷去行刺皇上 然而最后失败又被关进了天牢 而皇太妃始料未及 不等他深思熟虑 皇上接着就下指将小马奴斩立绝 因此 皇太妃在情急之下 而鲁莽的带兵去解救恋人 但毕竟实力悬殊 地方君子能打败正规君 就在他们两人落荒而逃之时 不料马奴为保护皇太妃 不幸身处重伤 我不能再保护你了 你好好活下去 而小马奴也为自己的鲁莽 出出了惨痛的代价 她将永远地离开 自己心爱的小胡年 而大姐好不容易 在晚年获得的爱情 也被妹妹无情地斩杀 也因此让大姐再次对妹妹 痛恨到了极点 爱后试图与大姐重归于好 但血海深仇之下 让大姐对三妹早已心灰意冷 从此再无亲情可言 她甚至认定 三妹假惺惺的前来是好 无非是自己手中的兵符 可是三妹却告诉她 为了保她 正承受巨大的压力 这无疑是君王者 在做决定之时 给自己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 你还不如把我也杀了 言罢 两人不欢而散 深夜 太后想起当年 他们姐妹三人还未出嫁之时 大姐和二姐对她百般宠爱 可是因为皇权 自己无奈地逼死二姐 如今又要面临同样的问题 让她焦头烂额 既然二姐已去 无论如何这次都要保住大姐 因此她力排众议便扛着压力下旨 念及萧胡年有功 免除死罪 于是她将大姐勇求 怀州终身不得出门 太后眼看内部问题解决便着手外部 接着 她马不停蹄地御驾轻征 以举国之兵发动了对南朝的战争 她用以战促和的方式打入南朝的腹地 最终逼南朝的皇帝做出了让步 于是 双方在今天的河南省濮阳市 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禅渊之盟 因此 两国开启了长达百年的和平 她就是和杨家将打了一辈子的萧太后 她不仅内外兼修 还大力推广汉制改革 更在红颜知己的辅佐之下 终于使大辽走向了繁荣富强 时光飞逝 转眼间太后已到了大线 皇权更替太后必须在驾崩之前 要给儿子扫清所有障碍 所谓帝王本无心 有心非帝王 只因她担心自己死后儿子驾驭不了胡年 韩德让深之家国天下面前亲情布置一体 于是 她代替太后去见了胡年最后一面 其实 她们两人年龄相当 自幼相识的 她们很早就互相情跟深重 但因为种种原因 她们只能将这份感情深埋心中 胡年作为大姐 从小家族责任感极重 她总是牺牲自己而保全两个亲妹妹 可一直把亲情放在首位的胡年 无怨无悔的付出和毫无保留的奉献 却渐渐地让所有人都觉得她的牺牲 是理所当然 甚至都没人问及过她真实的想法 或许 她付出的太久 久到连自己争取爱情 都成为他人眼里的罪过 以至于在晚年 她终于想为自己活一次 可没想到自己却为了小马怒 不惜与朝廷作对 最终落下个悲剧收场 太懂事的女孩容易被人忽略 也因如此 父亲将形势果断的三妹送进了后宫 而不是一向循规蹈矩的她 此刻 大雪飘落 胡年也终于放下了所有 但萧太后的一生 可以说十分圆满 她不仅实现了自己伟大的抱负 还嫁给了年少时的所爱 而孙满堂的她 更是对她孝顺有加 而她唯一的遗憾就是在这条路上 失去了姐妹亲情 公元一千零九年 萧太后因病嫁崩于行宫 至此 她结束了自己辉煌传奇的一生 仅隔十五个月她的挚爱韩德让 也因悲痛随她而去 难能可贵的是 皇上在祭父最后的十五个月里 日夜事后 更在历史上 留下一段父辞子孝的传世佳话 而皇上更是遵从祭父的遗愿 将韩德让葬与母后的身旁 让他们永世相伴 而韩德让也成为葬在大辽黄陵中 唯一的一个汉人和臣下 至此本剧结束 感谢各位厚爱